欢迎收看对照加瓦学通ES6这门课程 既然这门课程叫做对照加瓦学通ES6 那么我们首先要来澄清一下Java与JavaScript这两个语言之间的关系 如果你在中文网络上去搜索Java和JavaScript之间的关系 你会得到这样一个结果 他们会告诉你就像雷锋跟雷锋塔一样 就像印度跟印度尼西亚一样 就像周杰和周杰伦一样 一大堆这样胡说八道的内容 那么Java和JS之间他们真正的关系是什么样子呢 他们这两个语言很不一样 但是JavaScript深受Java的影响 我们在Wiki和其他的新闻网站上面可以看到这样一些内容 请特别要注意 到目前为止JavaScript依然是上公司的商标 不仅仅是Java是上公司的商标 JavaScript也是上公司的商标 因为Oracle收购了上公司 所以现在这两个都是Oracle他们所持有的商标 之前曾经有人担心过JavaScript这边的语言 因为他的名字会不会遭到Oracle这家公司 他的黑手是吧 有人担心过这样一个问题 因为你们都知道Oracle在开元界的名声很不好 大家会担心Oracle会不会利用JavaScript这个商标来搞一些事情 打开Wiki上的链接 你可以看到这里面有非常详尽的描述 其中有一段非常的重要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这里面说NetScape当年曾经跟上公司紧密合作 把Java里面的很多的特性都引入到了JS这门语言里面 其目的是为了跟微软进行对抗 主要是在浏览器这个方向上面的一个竞争 这里面还详细的描述了JS里面是怎么借鉴Java里面的特性的 比如说他借鉴了Java里面的垃圾自动收集这样一个设计上的特性 所以我们在JS里面你也尽管去拗对象 而不用管内存的问题 不用程序员去管是吧 我们有GC的线程自动会去进行垃圾收集 这一点跟Java是一样的 另外如果你仔细观察你会发现 JS里面很多的内置对象跟Java里面的内置对象非常的像 包括他们方法上面的接口 以及方法上面的参数的类型和数量都几乎是一样的 你仔细观察的话就会看到这一点 还有一件事情请特别注意 这里面有描述到上公司当年曾经派出了自己的研发团队 跟NetScape工程师一起联合办公 看到这个标题没有 当年还有28家业界的巨头一起来联合出席 或者是要联合发布了JS里面的语言 这里面包括很多大家耳熟能详的公司 比如说AT&T 包括Oracle比如说Cybase这样的一些巨头 所以JS跟Java之间的关系 不是中文网络上面那些胡说八道的内容 他们之间有非常非常深的渊源 虽然它是两门不同的语言 那么这也是这门课 为什么叫对照Java学通ES6的一个原因 既然JavaScript跟Java有非常深的渊源 他们之间的相似性非常的高 尤其是在ES6这个版本上面 它跟Java就长得更加的像了 既然如此 那么我们就可以对照着Java 来更加深刻的理解我们ES6里面相关的特性 这就是这门课程组织内容和结构的触发点 我们来看这门课程的详细内容 这门课总共有15章 前面的几章是引言和搭建环境相关的内容 包括给大家介绍ECMAScript 这个规范的发展的过程 以及它的眼睛的机制 那么接下来的12章完全是我们的技术细节 在ES6里面有10章的内容 然后会覆盖ES7里面的Decorator装饰器 和ES8里面的AsyncWet这个语法 因为这两个极其的重要 那么ES6里面的10章 第一章和第二章非常的简单 我把它用白色来表示 它只是一些基本语法层面的更新 和对内置对象上面的一些属性或者是方法进行了修改 那么第三章和第四章是ES6里面改动幅度最大的一块 它新增了面向对象相关的特性 比如说Class Extends Static这样一些东西全部有了 同时它还新增了模块化方案 这个也是一个巨大的修改 那么接下来是数据结构方面的支持 在ES6里面新增了Set和Map这样两种数据结构 我们会对照Java里面的集合框架来理解ES6里面 这些数据结构以及它上面的操作 那么有了数据结构之后 我们就来看怎么在数据结构上面做一些操作 比如说典型的怎么去遍地元素 怎么去查找怎么去排序 我们就有了Iterator接口这一章 第五章和第六章实际上是紧密相关的 我们也一样的会去对比Java里面的Iterator它的接口的实现 帮助大家深刻的理解ES6里面Iterator接口相关的内容 第七章是一个全新的机制 ES6里面引入了Proxy Reflect 也就是代理和反射这个机制 那么反射和代理一直是Java这门语言 最核心也是大家最关注的特性 这个地方特别应该对照Java里面来进行理解 那么第八章是把开源的Promise这样一个实现 引入到了我们语言层面里面 再也不要引用第三方的开源的Promise这个库了 第九章和第十章是新增的Symbol和Generator这样两个函数 在这12章的内容里面标成红色的部分是比较难的 你可能需要反复的观看视频去写例子才能够熟悉 OK那这就是这门课的整体的结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记得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